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的地方 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世界已痛闻我 我却保持隔离 涂山景的身份 生活了好几个月 自己都没有意识的 就是去用涂山景的思维 已经去考虑任何事情和问题了 我真的是感受到了 涂山景的那种崩溃 那我们准备开始了 好 接不接生意 是你的事 给不给得起报酬 是我的事 这次饰演了 长相思的涂山景 它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清秋涂山景是小狐狸 然后它很有钱 也很会做生意 也是和小妖长相守的人 夜时期的时候 因为它很轻松 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然后每天在清水镇 全世界都是小妖 所以到了涂山景的时候 它的心里不只有小妖 还有一些家里面的人 然后还有一些身上的事情 很多的关系被羁绊住了 所以就是非常的身不由己 和涂山景共处的这段时间里面 作为演员来说 也是因为我这么感受 因为是以涂山景的身份 也不想报仇 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的地方 是她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世界已痛闻我 我却保持以哥这样的一个态度 觉得她选择去原谅 曾经伤害过她的人 选择和仇恨和解 这种力量非常的让我感动 是一种非常坚韧 然后又非常伟大的一种温柔 所以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力量感比较强的 她的力量感都在她的心里 她被自己的哥哥折磨了很多年以后 但是她因为身边出现了小六 然后让她重新相信了这个世界 她也去选择了去原谅 曾经伤害她的哥哥 我多么希望自己只是涂山景 我知道你讨厌涂山景 努力克制自己不来见你 但我做不到 这次其实剧中饰演的是两重身份 就涂山景和涂山景 就在饰演这两重身份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夜十七》的话 她呢没有那么多的负担 也没有那些责任在 她的全世界呢都是小妖 涂山景的世界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所以就是看到后面的剧情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的心疼她 就是真心地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善待涂山景 但是我在演的时候 其实没有刻意地去区分两种人物状态 因为《夜十七》和涂山景是一个人 只不过是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 所以像在演《夜十七》的时候的话 因为她的世界很简单嘛 所以说身心上面就是比较放松和自在的 无忧无虑 每天都很开心 必须要只听我的 然后在演《涂山景》的时候呢 拍每一场戏之前 我可能就会把这场戏的上一场 甚至是更前面的场戏 让我去复习一下 其实是因为涂山景在每个时期遭受的一些痛苦压力 以及情感都不一样 所以要把她经过的每一个事件都连贯起来 达到一个情感上的一个连贯 这样的话能够很准确地让我去找到她的情绪进入角色 然后让涂山景这个角色引导我进行表演 作为演员来说 你觉得挑战哪一种的时候是会更挑战 涂山景吧 因为涂山景它遇到的事情太多了 不管是家里面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爱情上面的事情 心里承受的事情很多 经常的话我就会非常的着急 然后又很生气 但是就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压下来 我觉得这个来说对我是自己一个挑战 就是要稳住我自己的情绪 因为太多时候我都想去替涂山景 去让她做事情干脆一点 但是涂山景是一个细腻的人 她会顾及每一个人的感受 她很怕去说话什么伤到对方 曾伟本人和涂山景之间 她有纠结和挣扎在 纠结很大 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 就是因为她的遭遇非常的难过 深深地带入了角色 对深深地带入了这个角色 因为跟她相处了也有半年的时间 就是甚至我自己在那段时间里 不拍戏的时候 会以涂山景的这个思维去考虑事情 那作为演员来说 去感受这些东西 怎么样能让自己快速地去带入它呢 其实在进组之前的时候 就有很认真地在看这个角色 然后会去写一些人物的阐述 把她的每一个人生阶段的话 都画出来 去理解她 去看她 其实就是为了提前 把自己带入到角色里面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不会再让你想要倚靠一下事 却找不到 到现在为止想起来 还有很印象深刻的戏份有什么吗 因为刚才也说过了嘛 涂山景的身份生活了好几个月 自己都没有意识地 就是去用涂山景的思维 已经去考虑任何事情和问题了 我是非常能够真实地感受到 她有多么地爱小妖 那场戏就是 她最珍重的人 以一个鲜血淋漓的一个样子 躺在自己的面前 然后我真的是感受到了 涂山景的那种崩溃 现在聊起涂山景 还是会控制不住情绪 控制不住 虽然说知道 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 但是也很清楚 中间都经历过什么 这就是做演员的比较奇妙的事情 经历这些角色的事情 就是给我带来的是一个 非常美妙的体验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 演员这份职业 独特地吸引我的地方 因为只有演员这个职业 才能体会到 每一份不同的人生和人物 其实对你来说 这个角色 他经历的是一个 超过这个年龄 应该承受的事情 对于你自己本人来说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是让我去体会到了 我可能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一些情感 一些事情和经历 对我来说的话 我其实还是非常开心的 虽然说过程中 自己本人会很难受 但是还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真的很珍贵 不要 圣国可以有战死的将军 不能有投敌的王储 欲伤我子民 先问过我的剑 过阵 行之美 人人可见 心之猛 非眼能看到 我愿意度下你 这两年来 大家对你的期待值和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了吗 你觉得有给你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或者压力吗 压力其实还好了 我对这些其实想的不会那么多 我就是想要做好我能做的每一件事情 反而我觉得我的工作人员可能压力会有点大 就比较专注自己还是 我会更加的去注重我拍戏的时候 像是塑造角色之类的 像是大家说的我不足的地方的话 可能我自己不会去看的话 但是我的工作人员会告诉我 我会努力去完善 因为我其实自己要去努力的地方很多的 在那个过程中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吗 其实说不会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我需要继续修行的地方 就演员邓维来说 你觉得告别一个角色 对你来说是在什么时候 告别一个角色 我觉得是不可能是杀青的当天 我完全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如果说我后面没有马上进组的话 可能就是会杀青过后的一个月左右 才会慢慢地从角色里抽离出来 剧播出的时候 你会选择一起去陪着追还是 我一定会去看的 我一定要去看的 会发现可能平时自己在拍戏时候 看不到的一些点 其实我是非常的期待 会看一些大家的反馈 大家的反馈的话 我其实看的比较少啊 但是我的话可能会更沉浸于这个戏的 这个带给我的剧情 带给我的快乐